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8659点 那么今天量其实有900多亿元 所以我想请教老师 那接下来这个年线冲不过去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什么意思 我觉得现在操作难度真的增加了 因为原本在7600点 我们就开始跟大家讲多 因为资金行情已经跌得很深 那现在已经涨到了8600 说实在我们真的都很担心 因为我们不像是一般 直接每天都是做多的老师 因为我们是多空都做 我们真的有在进出场 所以我们会怕你知道吗 我们不是说带着会员 然后钢盔带着往前冲 然后一路做多 因为通常一路做多的就是 你从可能可以从7000点做到8000点 8000点又做到9000点 可是如果你是那种 如果我们是那种老师 那是9000点又做到剩7000点 通通都还是在做多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认为现在开始 我这个礼拜在家里 我研究了一下 我发现台股上涨的原因 可能有两点 我们等会儿再来跟大家谈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从底部开始做多 做多到现在了 到底是不是有些股票该分到扬镳了 我们等会儿再来分析 大家看到电视上这一个 选前我做的这张字卡 我相信很多的主持人 都有看到 所有的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 也都看到了 当时真的是一个非常低的点位 诚诚哥跟大家讲 你股票不要卖在这么没有尊严的地方 反弹上来再卖 我就说我也非常认同 我认为该弹而未弹 很多的东西都压抑住了 选后会开始反弹 接下来呢 1月22号开始 我们开始拼命的做多 主力筹码 在1月21号转而偏多 所以我们在1月21号开始 认为有弹声的空间 1月21号在哪里 1月21号在这边 最低点 我们来镜头focus在这边一下好了 所以基本上你如果从 所以说你们要知道 我的感受 我是从7601这里开始做多的 一路做多上来 一路做多上来 已经涨了1000点 镜头再回到我们身上 所以很多的投资朋友 可能在那个时候还是在放空 或是你现在都还有空单 或是你现在才开始反手做多 当位阶不一样 你的想法就不一样 当我们已经赚1000点上来的时候 我会想 我赚的真的很多了 要我再继续把那些跌 涨一段的股票 你要再去追 我觉得是心理上是很难的 可是如果你是最近才进去的 你可能只有赚了5% 6% 可能很多人就会想要再赚 因为5% 6%还没有到你的一个目标出场价 可是如果你是从底部做上来的 你现在再涨了5% 6% 你觉得会再涨10%吗 空间会变得很小 所以有时候真的就是突然就 如果有一个风吹草动往下跌 基本上我觉得也是有这个几率在 所以你要去防的东西很多 所以我说在高点真的很难做 我们一看一方面又要防着 外资会在到货 今天从高点又跌下100点 那就是有人在高档就到货了 然后上去又要防嘎空 所以说现在真的很难做 我对你会讲股票的方面 到1月29号都还在做多 那时候还在8000点而已 1月29号全力做多 1月29号在哪里 1月29号在这里 这天为什么大涨这么多 回到我们身上 我就说警器 警器趋缓嘛 我说空方的队友就是警器 因为警器现在整个趋缓 可是空方的敌人是谁 政府 以及什么 公司的营运者 他们会去对抗这个警器 1月27、28那一天 联准会已经公布了 他暂缓升息 基本上那就是一个利多了 资金宽松开始了 暂缓升息就是资金宽松的 一个步骤 当时陆股没有涨 陆股有一天杀尾盘 我们因为他杀尾盘 隔天进到更低的点位 在涨上来赚到 1月29号当天 日本实行负利率 整个大爆发了 资金行情从那天开始大爆发了 所以很多人知道 所以你从之前涨到现在 你就可以感觉出来 上涨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资金行情 资金行情 负利率大爆发 然后到最近 陆股也降准 也是资金行情 所以现在市场上资金太泛滥了 1月29号当时 我们就已经在全力做多了 1月29号当天 就在全力做多了 封关 是不是台股封关期间 欧美股是大跌 大跌到那个礼拜五 我们准备要开盘的时候 它开始反弹了 真的是奇迹啊 2月15号 真的很奇迹 趁开低直接全力做多 直接全力做多 2月16号全力做多 到了现在 涨上来了 涨到8606了 所以现在 我刚讲到了 我们在周末的时候 我们去研究了 其中一个原因是资金行情 可是 你不就很奇怪吗 韩国股市 跟我们基本上 它的体质非常相关 它最低点 涨到现在 它差不多涨了 5-6%而已 我们涨了13% 我们涨了13% Nestate 差不多也只涨了 10%左右 所以说台股 如果是轄空啊 或是资金行情 那为什么 韩国没有轄空呢 美国没有轄空呢 对不对 日本没有轄空 大陆没有轄空 所以你要去想啊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 电子日线 上周五 上个礼拜 我是不是跟大家分享 留意 你要留意 棒子交不回来啊 电子股的日线 我是不是说 这个市场上 目前资金 它只有一套 电子涨完 涨金融 金融涨完 涨传产 传产涨完 又把棒子交回给电子股 电子股上个礼拜 是不是有一个高点 叫34 4.52 今天咧 今天电子还是很弱 电子还是比较偏弱 电子还是比较偏弱 然后呢 今天大力光跟台积电 它是比较弱势的 所以我就要来分析了 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大力光 大力光3月1号的时候 外资三家 连续三家外资 调升大力光的平等 当天直接大涨 大涨了七八趴 隔天再跳空开高 到2840 现在只剩下2700 基本上如果你追在 当时的开盘价的话 现在一张亏14万 三家外资调升大力光的平等 看一下今天 好今天在这里 所以我们要留意什么 所以我们回到我们一个结论 现在是不是iPhone7要开始 准备要 因为它9月 它会开一个产品的发表会 它在9月之前的三四个月 它就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所以说为什么台股会涨这么凶 会不会是跟苹果准备要在 所有的台湾的厂商中下单 因为这个事情不可能保密的非常严 所以怎么样 平概股我觉得带动了一波 嘎空的行情 所以我说如果我是大力光的一个超盘者 我会在什么时候放空 是不是连续三家外资调升它平等 是不是要趁 趁调升平等的隔天 大家疯狂的买进的时候去放空 基本上就会赚哦 现在的观察重点就是 大力光这个2840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突破 因为怎么样 因为在周末 大力光公布了它的二月营收 它二月营收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2% 所以很多人就是看了这个新闻就带过了嘛 你要去研究大力光 大力光本身它是高阶的相机 高阶的那个 手机的那个厂商 它的市占率 它的产品 87%都是用在手机上面 而且它的八成是高阶的 500万画素以上的 所以它的产品比去年同期减少22% 你就可以发现 一键40 你不要去管那么多 你就发现一键40 高阶的智慧型手机 它其实是衰退了22% 高阶手机衰退了22% 大力光的股价最高是3700 到了上个礼拜五 2700多 正好是跌了25% 跟衰退的幅度一样 所以说大力光原本跌下来 是不是就等于是一个超跌嘛 超跌后现在反弹了1000块上来 正好是等于它从高点 高阶的智慧型手机衰退的幅度一样 那它就没有超跌的疑虑了 所以我们在想这个资金行情 跟大力光如果纯粹是不要管苹果有没有下单的情况 基本上它已经涨到了满足点 好这是第一个结论 第二个结论 是不是有可能iPhone7下单 所以说如果iPhone7的题材持续发酵 那大力光的股价会超过2840 所以这边我说很难操作 因为我们看不懂未来那么细的东西 我们只能凭我们所得到的资讯 我们去分析 如果所以我做一个小结 如果景气就是这样了 我们的指数大力光涨起来 正好是把原本超跌的补回来了 如果我们的台股还会反映在iPhone7的下单上面 那回档完以后还会继续涨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了吗 如果下个礼拜 所以我说下一开始股票会开始分到扬镳了 你知道的东西不用太多 你只要知道到这边就OK了 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就代表平概股它一定会强于其他的股票 因为其他股票没有题材嘛 没有任何的非常大的单子会下到他的手中 所以怎么样 苹果概念股逢回党 如果你要做多你要做多平概股 其他的电子股或是其他跟苹果有敌对关系的股票 你甚至要去做偏空的操作 这样不就有结论了吗 你不用管 你不用管说 到底哪一股票指数要涨到哪里 基本上你股票就可以分辨出来该做哪一支了 所以怎么样 今天的情况 我们的第一通的教学的抠讯 目前很明显是每天都在涨的资金行情 但是我的指标显示目前是乖0 今天遇到压力 我们还是要小心的空 遇到压力价还是要小心的空 以当充为主 是我们都在谈 我们都在关心的是什么 大力光 大力光的营收创两年的低点 是今天的观察重点 如果送红K代表iPhone7的题材已经发酵 将带动指数持续上涨 结果今天怎么样 大力光是收一个黑K棒 它继续往下跌 所以说我觉得短线上指数空间可能不大了 然后呢 我们中间是不是就是比较偏空 大力光目前表现是偏空 因此我认为有下跌的机会 大家要有耐心 我们今天是以偏空的操作为主 所以说怎么样 今天是不是有空间 我说你只要留上影线 我们镜头往这边带一下 当你在操作一些指数的时候 你只要在留上影线的地方去放空 基本上到收盘你都是会获利的 如果你是用追空单的 当然你的胜率就小了 好 再回到我们身上 我在这边跟大家再报告一下 我们现在开始在节目上 我们我不能再分析 期货的走势 因为我们公司是一个乌龙事件 就是有一个在职训练 没有去工会报名这个训练 所以说其实就是我们要非常专业嘛 当你可能离开这个市场了 没有再去做一个在职训练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机关就会认定 你是不具有分析期货的一个资格 好 所以我们要现在已经立刻的准备要再去上课 然后上完课以后就可以再开始分析期货的一个走势 会比较细腻的去分析当天的期货的走势 差不多在3月17号左右 会再重新讲到很细部的去分析期货的一个相关的事情 所以怎么样 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我跟你讲联发科 我说联发科 它有没有符合这些放空的条件 衰退的产业逢反弹放空转波段 我先看一个结论好了 联发科将公布2月营收 我们预估将大幅的减少 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五已经放空了它 我们今天公布 因为今天跌了5块 我们将试资讯出来后做评估 空单先续报 所以我也跟我们的会员讲 你要有耐心 等到分到扬镳的时候 有些股票它是会跌的 好 回到我们身上 我们分析一下联发科好了 为什么我会在上个礼拜五去放空联发科 原因有很多 其中一个 我是不是说利多见报的时候 你有时候你要去放空 我说连续三家外资调升 大力光平等 它隔天跳空开高 那时候空空下来 你现在一张可以赚十几万 联发科是一样的题材 是不是我们的小英的小英总统 去拜访竹科 联发科那一天3月3号 去拜访竹科的IC设计厂商 当时的联发科的董事长蔡明介 就跟他讲 希望他能够开放 入资参股IC设计 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大力多嘛 小英总统的参访 然后呢 又是提出这个建言 可是基本上 你要去分析啊 民进党对于大陆政策 跟国民党对于大陆政策 基本上我们来分析 这一个方面就好了 国民党算是鹰派 民进党算是鸽派 当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都没有开放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会开放吗 这是第一点 放空原因第一点是这样子 加上利多箭报了 第二点是什么 第二点是大力光是不是 假日的时候公布了二月的营收 很明显的比上个月减少很多 减少了37% 比去年减少了22% 我们预期联巴科也可能会在周末 去公布他的营收 他的营收上个月是210亿啊 如果这个月的营收 他掉到可能剩下130亿 120亿 大幅衰退六成的话 基本上他就会跟大力光一样 是一个利空 他就会往下跌 所以我们不会去追涨停板 追跌停板 我们是要去布局一些原因 布局一些他超涨 然后呢 有可能未来会发生一些事情 的股票 我们要去布局这些 所以我们也不会去空 不会去乱空啊 空宏达电 如果空宏达电的话 现在也是被嘎空 所以我们选择了空联巴科 很多的原因 联巴科是不是跟苹果概念股 也是背道而驰的 当苹果概念股 苹果手机卖得好的时候 其他厂牌的手机 就会被有排挤效果 所以我刚刚讲到 大力光的营收 为什么又衰退 高阶的手机 基本上你现在是不是开始 很多人在等啊 不去买了嘛 所以他营收才会衰退嘛 等什么 等iPhone7啊 所以现在到iPhone7出来之间 有可能市场上会变成 可能在等他的手机 所以怎么样 对联巴科来讲 他还是很大的一个困难啊 加上很多的 自由品牌的手机 已经不再去委外代工了 所以说联巴科的市场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才会去 空联巴科这档股票 好所以怎么样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刚刚的抠讯 来电视上的 所以联巴科 将公布二月营收 预估将大幅减少 所以我们 到时候等资讯出来 联巴科现在二月营收还没有出来 我认为应该会大幅减少 等资讯出来 看他有没有涨嘛 或是你利空不跌 也许我们就会把空单出啦 利空如果再跌的话 就是空单就续报啦 对不对 所以联巴科怎么样 今天下跌五块钱 所有你有去操作的 通通都赚钱了 好 通通都赚钱了 好 时间关系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跟你讲了 我是不是我们的股票会员 唯一买的一只股票 叫做长元科 五十一块四买的 到现在都没有卖 好 为什么不要卖 你要做多你要赚大的 人类生活结构转变的股票 你要长报 长元科就是 可以改变人类生活的 因为原本车子都是用汽油 现在车子要用电池 结构转变的股票 你要长报 好 长元科 买到现在都没有出 然后呢 衰退的产业逢反弹放空 转波段 联巴科 所以回到我们身上 我们现在总共 股票会员目前进了两档 所以就跟我期货操作一样嘛 我每天操作你就看 你就看着它怎么操作 到目前为止 股票一档做多的 赚了二十几% 连八颗放空的开始赚五%了 到现在也是没有任何的败机 所以说你要赚大的 股票也可以找我 好 我觉得 花一点点的小钱 好 可以得到很多的资讯 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 好 那明天该怎么走 我们把时间还给主播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各种精彩内容 马上回来 追求财富自由 复制成功方法 扩大您的财富版图 每个人都是投资理财的最佳导演 02 2506 8911 02 2506 8911 欧桑啊 你下车 踏踏踏踏也快 我的骨子疏松 盖子流失 不头上 踏踏踏踏踏踏踏 那不太简单 财富完就好了 那这款年纪 高兴带就是来高纪会 你说财富 红金带要完啦 财富完就对了啦 追求财富自由 复制成功方法 扩大您的财富版图 每个人都是投资理财的最佳导演 02 2506 8911 02 2506 8911 白酒生 老百油 看不清 看不明 红金带不完好过后 白酒再看得清清清 顺中油 红金带不完 上午好 这是一辆人生的转运列车 下一位到站的 是这个医学系学生 你给他看这个顶头写一下 他很爱画画 你如果没有画头 他也什么都看不 而且他知道 有个人会永远支持他 带你到值得努力的未来 劳动部 劳动力发展书 台湾首选居家盛会 世界即将去一次拥有 绝不能错过的居家美学 十一到十四 深邦一管 台北国际家具展 下来团结杜杉 把头途途 较棒也没穿起 红金带等空便丸 帮你拜托 一边逼 清晰边 白酒小宝 红金带等空便丸 让你把头选去溜溜 追求财富自由 复制成功方法 扩大您的财富版图 每个人都是投资理财的最佳导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好 欢迎回来 赶快再请海华哥带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些好标的 好 没有问题 所以我说现在指数在这个位置点 基本上个股开始会分到扬标了 好 有题材的 真的在三四五六月 你能够拿到业绩的你会持续涨 可是三四五六月你的营收没有起来的话 其实景气是趋缓的 资金行情它不会全部都涨 因为全部已经涨过一轮了 所以我说你要赚大的来看一下 你要赚大的可以找我 因为我会帮你报很久 股票的话会一直报 一直报 报到赚到大的为止 有没有 一月二十一号 长元科 我们不会一直换股 很多人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 然后换到最后每天涨的股票都有它 可是都没有赚 我们就是报了一支长元科 到了二月一号 恭喜我们唯一买的个股长元科涨停 今天还在续涨 然后呢 我们差不多在这边买的 差不多在这里买的 现在涨到这里 还会继续涨 然后呢 联发科 联发科将公布二月的营收 预估将大幅减少 我们将试资讯来做评估 评估之前空单先续报 因为这个利空消息都还没有出现 当然空单先续报 今天跌了五元 好 回到我们身上 所以我就说 做任何事情你真的要去算 你如果没有算 没有一些限 或是你没有一些研究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报这些股票 联发科 我们之前在节目上 就讲了 它会是一个我们放空的标的 我那时候去研究大力光 研究可乘 研究联发科 我说大力光跟可乘 我没办法空啊 它的体质太好了 可是联发科就可以空 所以说你看 我今天没有去空 平概股 平概股之后涨上来 很多人你去空的会被嘎空 你要去空一些弱势的 强势跟弱势开始会分到扬镳 很难操作 好不好 我希望我能够帮助到大家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联发科 是不是空在这里 上个礼拜五空得很好 现在开始跌 空在最高点 我们把时间还给主播 好 这是今天的古海大银家 谢谢您的收看大家明天见